大家好,今天是10月29日星期四,欢迎收看新一期的新闻回顾。 据报道,未来几个月到几年内,全球金融市场存在一枚不定时的炸弹。 油价下跌将迫使石油出口国的主权财富基金出售资产,以弥补预算赤字。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经济学家估计,这些主权财富基金今年来已经出售约2500亿美元的金融资产,未来五年内可能供需出售约1万亿美元。 油价下跌时石油出口国2015年的经常涨顺差锐减,加上油价短期不太可能翻升,IMF预期要到2020年时,石油出口国的总顺差额才可能回升到约2000亿美元。 受全球供应过剩一律冲击,西德州清原油12月期货27日盘中重挫2.8%至每桶42.74美元,布伦特原油12月期货也下跌2%至每桶46.60美元。 石油收入减少时各出口国的预算收支严重恶化。 IMF估计2015年海湾地区产油国预算赤字总额将达到1450亿美元,2015年到2020年的累计赤字将达到7500亿美元。 IMF估计截至2015年3月底,石油出口国主权基金共持有4.2万亿美元的全球股票、债券及货币资产。 目前部分石油国主权财富基金的资产增加速度正在减缓,部分国家的政府甚至已经开始从主权财富基金提款。 石油出口国是美国债券及股票的第四大持有者,光是公债持有额便接近3千亿美元。 连准会经济学家估计,若外国政府资金每月净流入金额减少1千亿美元, 可能立即使五年期公债值利率上升0.6个百分点。 因此石油国抛售资产对美国市场而言将是一场浩劫。 分析人士担忧,若石油国大举抛售资产,可能使全球金融市场更加动荡。 本节目由杜高斯贝出品,感谢您的收看。